首先我要谢谢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很重要 而且也很严肃的问题 现在呢 经济 人流 物流 都是在全球化这个时代 这就是说 传染病也是 它的传播也很快 所以呢 我就希望 那个时候我在思维当总干事的时候呢 就富裕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 要应对这些 突发的传染病 要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应对这些 突发的重大病 例如 非典 例如 这个禽流感 还有就是呢 非洲的伊伯拉 都需要国家 都需要每一个地区 建立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系统 就是防控的能力与系统 在这方面 咱们国家现在确实是 引领全球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呢 咱们国家两队 应急医疗队 都是世界卫生主机 第一批 批准的 给他们认证 这个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就是承认他们的水平 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当然 咱们国家在过去 也做了大国的担当 尤其是在全球卫生安全这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在世卫干活的时候呢 还跟中国签了一个 一带一路 避亡路 这个避亡路就是推动 一带一路原先国家 国际卫生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世界的老百姓 做件好事 感谢